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西云大师总编辑的三百六十五日 那要介绍的是大师所写的我是佛 那我们从大师的一笔字会看到 师父写了三个字我是佛 那这一句话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一句话 我们在画面上会看到 大师一笔字的右上方有一个引手章 这个引手章就是一个佛的肖像印 也是大师对于每次他写一笔字的时候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印章 祝福大家光明 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智慧的一个部分 那在旅行者的三百六十五日 我们看到这一篇的文章选至百年佛愿 那在百年佛愿里面 大师谈到我是佛的这一段话 那他就讲到 为什么百年佛愿大师会讲到我是佛 因为百年佛愿这一套书是师父 不存我是佛三个字 我在待人处事上 也可以产生很大的提示作用 每当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我想到是佛在说话 所以我要讲慈悲的爱语 要讲方便的字语 每当我向大众开示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佛在开示 所以我要观积斗教 储众无畏 每当要教诲完页的徒众时 我想到的是佛在教诲 所以我要寻寻善诱 奈凡开导 所以我要异地而处 给他们信心 给他们希望 虽然我还是一个凡夫 与佛的境界、距离很远 但因为心心、念念都是佛 我仿佛蒙佛陀的加倍 也仿佛得到了佛陀的利用 滑滑金云 一称南无佛皆共臣佛道 诚然信也 我想全世界的人 对幸运大师的修行 以及幸运大师的开示 以及他教育途中 都非常的敬佩 原来大师今天 在旅行者的三百六十五日 公开他一辈子 弘法成功最大的秘密 也就是他心里面 常常存着我是佛 我如果是佛陀的时候 我怎么样对待信徒 那我怎么跟信徒开示 常常我们在佛光山 我记得非常多的信徒 来到佛光山旅游 来到佛光山参禅 乃至来佛光山学习 每次看到幸运大师的时候 不管大师旁边有没有客人 那总是有一群人就等待着 给大师 希望大师和他们照相 我们觉得照相 照一张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但是往往跟大师照相 一团人照的就不是一张相 一下子要团体照 一下子要个别照 一下子要合照 往往一团人照相 可能下来最长的记录 曾经达到三十分钟 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 幸运大师我家的师父 为什么可以坐在那里三十分钟 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高兴 也完全让大家这么的欢喜 原来大师心里面的想法就是 我这一辈子也就可能 就只有在这个时候 此时此刻跟你相遇 我这一辈子也可能 就跟你照这一张相 我期待我像佛一样 给你欢喜、给你祝福 所以每当看着师父 在照相的时候 总是心里面想 极大的忍耐跟极大的欢喜 为什么?忍耐的是 大师怎么可以忍耐众生 不断的来找他照相 所以在今年年高九十的 幸运大师在开世的时候 现在最长的跟我们说 我的职业就是照相 事后在照完相 我们问师父说 师父你累不累? 师父就讲一句话 原来照相也是弘扬佛法 因为我代表三宝 那我想因为幸运大师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的六度 波罗蜜 不管是布施度、慈戒度、忍耐度、禅境度 精进度、智慧度的六度 对他来讲 简直是非常的容易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面 常常处着一种就是 我是佛 那在佛光山的皈依典里面 有别于所有的佛教的皈依 非常多的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是什么? 也就是每当幸运大师在皈依的时候 就会问他的皈依弟子 你们今天已经发了一个愿 这个愿就是诸佛的通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烦恼无尽试愿断 法门无上试愿学 佛道无上试愿成 既然大家都发了四红试愿 那大家就要做什么? 大家就是做佛了 所以大师就说 请所有的皈依弟子 跟我一起念我是佛 这时候我们就会听到 所有的皈依者跟着大师一起删称 我是佛 大师紧接着就会开始 如果从现在开始你是佛了 请问佛会拿一根香烟 在嘴巴抽来抽去吗? 然后会把不好的味道给别人吗? 大师就会开始 因为你是佛了 你从现在就开始 就可以二口两舌其遇 你就要怎么样 就要说好话 那我想大师在每次的皈依典礼 希望所有的皈依弟子 跟他称念我是佛 无非不就是教我们一个修行 学习佛法的一个秘密 也就是当你心中有佛的时候 我想大家的慈悲心 大家的包容心 大家的智慧心就会起来 所以大师这一次在三六五里面 公开他一辈子修行的秘密 那就是我是佛 那在经典里面讲到授记 这两个字 这个授记就是在佛教里面 譬如说我们现在讲的 释迦摩尼佛他是谁授记的 这个授记必须有得有证的人 为释迦摩尼佛授记 那曾经为释迦摩尼佛授记的人 是谁呢 就是过去佛 过去的佛我们称为古佛 也就是蓝灯佛 所以过去佛称为蓝灯佛 现在佛在这个说佛世界 成为现在的佛叫做释迦摩尼佛 未来的佛称为弥勒佛 所以这个授记就代表印证 你来是当得作佛 那要作我是佛 容易不容易 我想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从六度波罗蜜的布施度开始 所以在过去世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曾经做如同在修行的时候 有一天他听闻蓝灯佛要到城里来了 那心里面他就想 今天已经有蓝灯佛要到我的家乡来了 我应该拿什么来供养蓝灯佛 这时候的如同就心里面想 佛教最好的供养 那就是食供养 我之所以能够食供养里面 拿什么来供养蓝灯佛呢 在当时候还没有成佛的如同 他就想说 我应该去市场买花来供佛 所以他到了市场里面 他就看到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在卖了莲花 他就想说他要买这个莲花来供养佛陀 刚好女孩子的摊位上 只有五金的莲花 就是五朵的莲花 但他摸摸自己的口袋 因为是一个修行人 平时身上也没有太多的钱财 更没有积蓄 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说 我能不能跟你化缘 明天蓝灯佛要来了 我想买你的这一些莲花来供佛 这个女孩子就跟他讲说 我可以送给你莲花 但是我就只有一个条件 希望你也一起帮我供养蓝灯佛 但是我东西不能平白无故的送你 在你供养蓝灯佛之后 你就要回来娶我 这时候这个如同心里面就想 不行了 我是修行人 我怎么可以娶你 但是他就想蓝灯佛就要来了 布施是非常重要的 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 所以他勉为其难 就拿了这样的花 那准备了供佛 那在远远的看着蓝灯佛到的时候 奴统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礼拜 那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礼拜在地上 同时也把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 为什么把自己的头发铺在地上 因为他突然间发现 地上有一滩的污水 他觉得蓝灯佛要走过去了 我不应该让蓝灯佛脚踏上 这个不干净的地上 所以就用自己最尊贵的头发 象征了自己无上的供养 那这时候蓝灯佛还没有踏到 如同的头发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可以经得起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的供养 因为他的供养 来自他真心、虔诚、坚定、信心无比的供养 就只有我蓝灯佛足以堪受 他这样子的一拜 他来世将得受佛 名为释迦摩尼佛 这一段话以及这样的一个画面 也就是蓝灯佛为释迦摩尼佛受祭 将来当得作佛 那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作佛要怎么样 欲作众生马牛才能够成就佛道 所以幸运大师的这一段话 我是佛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的每一天 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众生 我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为众生做所有众生所需要的事 做众生所要的事 所以幸运大师的人间佛教的 我是佛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佛光人 每一天所要做的事 那是什么事 就是身口意三叶清净的事 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你自然而然就是佛了 那就是佛光人每一天 所要做的十五亮星 也就是幸运大师所讲的慈悲喜舍 也就是大师将慈悲喜舍 转换成最简单最浅显的语言 给人欢喜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那大师在我是佛里面 透过自己的修持 自己的体验乃至自己的实践 那印证他是佛 那印证这个佛 所以大师觉得 我既然在做的过程中 没有自我的时候 自己无我的时候 我就能够达到佛的境界 因为达到佛的境界 我就非常的自在 我就非常的心无挂碍 我更是欣赖你的 所以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时时记得绵绵蜜蜜蜜的 每一分每一秒 如果你记得我是佛 我想你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语言 就会非常的清亮 也非常的自在 更充满了智慧 祝福大家早日成佛